人女带着河姑和卫妞去参加套花节 三个女孩都想找到称心如意的郎君 心里着急走得特别快 刷刷刷发很快来到围水河岸边 得坐船走啊找船呢 他们手打梁棚往河中观望 哎河姑一眼就发现了远处有一个男人撑着法子往北去 他们也要往北去必须坐船和竹筏的走 河姑喊上了 哎那位大哥你这是上哪去啊 撑竹筏的男人文婷转过身一看 呦岸边站着三个年轻女子 十分兴奋 哦我要去梁台啊 哎呀太好了 我们也去梁台 大哥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啊 好啊你们等着啊 那个男人说 哇撑着法子很快来到窃进 那时候的人呢都很朴实 没什么功利心 撑船过河好像是理所当然 这个男人把法子撑过来 小心点啊 上法子哎别掉水里 谢大哥啊 三个姑娘撑撑撑 来到法子上 坐在小凳上 哎坐好了啊 我可要走了 他用猪肝往河中一戳 说 说 法子滑向水道 一直往北去 三个姑娘坐在法子上 一边看阳暗风光 一边聊天 聊什么呢 当然是套花节了 因为他们三个是第一次参加相亲活动 又是情斗初开的年龄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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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得可热闹了 人女问 何姑 闻妞 你们俩想用什么花套啊 套什么样的男人呢 那时候人很大方啊 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女子 牛牛涅涅的 对什么情啊 爱啊 难以启齿 那时候谈得很正常 魏妞说 我要找啊 找一个精通百工的人 要是套成了 跟这个人一起过日子 他有手艺 饿不着 那么说 什么叫百工啊 就是手工艺人 比如说 做手工编织的 做淘气的 野铜的 造车的 制工件和农具等等 这些原始手工艺 就叫百工 人女一听啊 乐得嘎嘎的 行啊 你想找 有手艺的男人 那你想用什么花套啊 嗯 我想好了 我想办一个 李花女 编个李花花套 套我的那个人 好啊 哎 何古你呢 你想找个啥样的 嗯 我呀 嗯 我想 找一个 既会种地 又会捕鱼 打猎的人 呵 你要求够高的 又会种田 还会鱼猎 嘿 美的你 去去去 你要找就找 有本事的吗 那你打算用什么花招呢 我 我想 扮千牛花女 编个千牛花花套 套我 看重的人 嗯 哎 你怎么叹气了 嗯 我只怕 我看着人家 人家看不上我 落个异乡情愿 那 那多丢人呢 不要紧 谁也不认识你 三个人在聊天 庞若无人 可是 称乏的男人 在旁边听的 哎呀 津津有味啊 他不时的回过头来 看 看什么呢 相看这三个姑娘 哪个中意 他一打眼 就看见何姑了 刚才何姑 站在岸边 冲他招手时候 他就已经注意了 现在 重新打亮 两眼发直 都望了向前看 看直眼了 就在这这儿 卫妞说话了 哎 人女姐姐 你别光问我们呢 你打算找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呢 用什么花做套啊 我呀 我没想好 还没想好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到时候再说吧 指不定到现场 看上谁 那我就一定会 想方设法 把她弄到手 呦 你还挺厉害的 那可不 我人女是谁啊 我扮 紫藤罗花女 用紫藤罗花套 套一中人 只要被我套上 她肯定跑不了 哎呀 要是没有一个 你看上的 不可能 哪能一个看不上的 呦 那可说不好 也许 没有一个能看上你的 何姑 你说对不 何姑也跟着起哄 就是就是啊 哎 你们两个小妮子啊 静说丧气话 再说再说 我们非说非说 没人看上你 没人看上你 看看怎么办 好啊 我撕你那么嘴 说着人女就动手 三人嘻嘻哈哈一打闹 这法子 说啊 干嘛呀 要翻个 把那男人吓一跳 哎 别动 小心 快到拐弯地方了 啊啊啊 三个人这才注意到 方才水面如静 又是顺水而行 所以坐在法子上 没什么感觉 经称乏的男人 一提醒 三个人这才发现 前面河道变窄了 水流也急了 还有浪 书中暗表 这个地方叫悲缠山 是围水最窄的地方 水流团急 那个男人对何姑说 哎 请这个大妹子到前边坐 要不后边偏沉 法子不稳 哎 坐过来 坐过来 人女一看 乐了 何姑啊 人家叫你到前边去呢 看上你了 你快去吧 嗯 这 快去快去 人你也推 喂妞也推 就这样 何姑 倒在前边 和惩罚人 并排而坐 法子前边两个 法子后边两个 人女 喂妞 相识一笑 再看这个男人 坐在了何姑身旁 问这儿 问那的 人女也听不清 但是可以看出来 何姑显得很高兴 乐呵呵的 回答那个男人的问话 突然 也不知道是因为两人谈得高兴了 还是走神了 还是那个男人呢 表示温柔 法子一晃 这个男人呢 哎呦一声 河姑啊 被甩到了水中 扑通一声 啊 人女喂妞吓一跳 哎呀 掉水里了 快救命啊 那个男人说 不要紧 这水不深 我救他 说着 他把撑杆 交给了人女 随后刷 也跳进水中 这水啊 刚没腰 可是何姑在里边还没站起来呢 吓坏了 就看这男人伸出双臂 刷 像捞鱼似的 就把何姑给抱起来 随后快步跟上漫漫滑行的竹筏 将浑身 叠的水的何姑 轻轻放在竹筏上 哎呀 吓死我了 没事 凉不凉 不凉 就是吓一跳 不要紧 来来 挨着我 不幸就抓着我啊 坐好了 两人又坐在一起了 这回啊 脸靠到一块了 那个男子 从人女手中 把甘子接过来 重新称乏前进 大概走了半个时辰 远远看见 前面的梁台 上边站了很多人 什么叫梁台呢 书中暗表 这个地方啊 周围是几十里的一马平川 唯独靠近 围水西岸不远地方 有一个高台子 高有三四丈 方圆有几十亩 非常宽敞 要是登到高台上 环石四野 仿佛直升天上 不过视野开阔 更能享受到八面来风 飘飘欲仙 因为这个地方 夏天特别凉爽 大家不愿而同的 管它叫梁台 这地方交通也便利 河道宽阔 四季清流不断 木舟和猪阀 穿行期间 如果你是从旱路走呢 从南边北边西边三面 顺着土梯子可以上来 从水路呢 可以从东南登台 可以说是水汗结宜 台上人呢 常年不息 特别是靠北边盖了不少房子 还有两个较大的猪棚子 干嘛呀 拿今天话说 发展旅游餐饮业 便以来约会 做买卖的 祭天地人 休息和居住 梁台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商业区旅游景点了 不过这是说书的话 古代没着词 可是古代到底怎么说 谁也不知道 我这么讲 您听明白就可以了 到地方了 何姑说 二位姐姐 你看我全身都湿了 得找个地方弄干她呀 你们俩先行一步 我把身子弄干了 再追你们 人女一听 把嘴一撇 哎 何姑啊 你打算去哪 把身子弄干呢 啊 我和这个大哥说了 他在本地有个亲戚 我就去他亲戚家 嗯 咱们在梁台上再见 啊 看来有人不用参加套花节 就把人套上了 卫妞也笑了 人女说 好吧 何姑啊 你不要着急 你们 办你们的事 我们呢 就在这等你们 嗯 好 何姑脸一红 什么也没说 人女 拉着卫妞上岸 到岸上一看 俩人明白了 来晚了两天 怎么 今天 是正日子 是十五 可是十三就开始了 晚了两天 晚了两天 可误事了 你就看吧 围水河两岸的树荫下 花丛中 还有河边的沙滩上 到处是成双成对的男女 有的坐着 有的站着 有的躺着 有的握着 有的弹 有的唱 看着意思 人家已经到了 套中后的外酿阶段了 看来他们是相互中情的成功者 只要领花丫牌 并摘招后 就可以双双回家过日子了 那位说了 你说的什么呢 外酿 花丫 宅招 套中 这是黑话呀 不 这是套花节的术语 一会儿 你就听明白了 单说 人女和喂妞 晚来两天 那些帅哥啊 全被人家划了走了 我们俩还能找到好的吗 嗨 别急 两条腿支个肚子 人不有的是吗 慢慢找 对 走 咱们上 凉台上 这个凉台很高 周围有好多 土台阶 他们登上凉台 往这一站 瞧了瞧方向 这个凉台几十亩 南北中间给分开了 北边是住房的地方 光是南边是交易地方 南边呢 中间又分开 把南边这块土又分东西两面 怎么分开的呢 是用低矮的篱笆墙隔开的 西部为套花节的活动场所 东边为外酿区 哪个酿啊 酿酒的酿 什么叫外酿区呢 就是给进入套花节的男女 有一个交流自由活动的集散地 男女一旦互相定情 便可以到围水两岸和凉台下的树林里去 该干嘛干嘛去了 说套花节第一个程序 是要到花门这来挂花招 什么是花招呢 就是用鲜花编成一个小花环 作为自己的招牌 也是幌子 就叫花招 人女他们两个人 一到套花会就直奔花门而来 花门也就是东西两边分割开的 篱笆墙中间高达一个拱形门 以这个门呢为界 你进去就到套花节里头了 这花门打得非常漂亮 是各种鲜花打的 那位说了 怎么老提鲜花 那这没别的 就花多 正当中由鲜花编成三个大字 套花节 书中暗表 人女不认识 这是我说的 在花门的篱笆墙上 有三行木桩 小木桩子 有几百个呀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是为了挂花招的 就是挂小花环的 人家好吃的啊 人家好吃的啊 你是来找丈夫的呢 啊 这是招牌 参加套花节的女子被称为花女 每个女人得选用一种花 用这种鲜花呀 要编大小两个花环 小花挂在门口做花招 大花环是用来套自己一中人 也就是前文所讲的花 当然了 这两个花环可要一样的啊 花环上的鲜花和颜色 还要都跟自己所装扮的花女身份 完全一致 要不然容易找错了 打个比方说 如果哪个美女要扮一位茶花女 她就用茶花编好大小两个花环 颜色都一样了 与任何其他人的都不一样才行 再在身上呢 要坠满同一种颜色的茶花 甚至全用同一个颜色的花呀 所做成的茶花衣 头上戴的花棺也是一样的 真要这样装扮上 那可太美了 比现在什么时装都漂亮 前文我讲了啊 参加套花节 第一件事 先把花招挂在篱笆墙的小木桩上 这等于是报道挂号了 也表明自己的身份 那位问了 要是先有人挂上和自己一样的小花环 做招子怎么办 对不起 先来后到 别人先挂了 你就不能再挂 就要重新更换鲜花的品种或者颜色 你用白色的茶花 一看 人家挂的花招已经有了 那你赶紧换什么喇叭花啊 杜鹃花都行 要用茶花 得换红色的 黄色的 就是不能用白的 在里面 在里面套花的时候啊 还有很多事呢 咱们一点点说 如果说你在里边找到中意人 双方都满意 要经过一个叫做外酿的考验 就是两人到一起啊 谈一谈 闹一闹 商量商量 看合适不合适 都同意了 决定结婚 就离开套花节 在离开套花节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花招摘掉 这样呢 好让后来的人 选用同样的花 摘掉这个花招的 程序叫摘招 那位说了 这是说女人 那么男人来寻爱 怎么办呢 男人寻爱在左边 女人在右边 男人也挂招 但是不是用小花套了 而是一个小方木牌 木牌上统一就有一朵玫瑰花 上面写照 哪个氏族 年龄多大和干什么的 只注明这三款事项就行了 当然了 这字得请有文化的人 或巫师写上去 那个时候人 百分之九十九多都不认字 谁会写呀 那么不会写 不认识怎么办呢 得找人帮忙 在花门的前边呢 有岛 向岛的岛 岛游的岛 李小姐志愿者之类的 这是男子花招 您听到这就明白了吧 这花招啊 闹着半天是原始时期 人们做的征婚广告 到后来呢 我估计 这征婚广告中 坑人的 骗人的东西多了 大家都说 你看 这个人别信他 净耍花招 花招成了贬义词了 是这样吗 嗨 我就这么说 你就那么听 闲言少叙 再说人女和卫妞 两人挨个 观看花招 看着看着 人女不高兴了 怎么了 他发现右边 第十七个花招 用的是紫藤螺花 和自己心里想的一样 你说气人不气人 人家先用了 我就不能用了 哎 卫妞都挺高兴 他看啊 没有挂 李花花招的 赶紧编吧 两人抬头看看 还有半天的时间 得采花 再编 怎么也得小半天 剩下半天很紧张了 别愣着了 快行动吧 那时候花园不成问题 当时是种春 您别忘了 当时地球变暖 大地上早已是百花盛开 所以春天的花 夏天的花都开了 也不用绿化 自然环境特别好 到处都是森林 到处都是草地 百花齐放 要什么花 有什么花 可以说是彩不胜彩 人女只能找 红藤螺花 卫妞找李花 简短揭说找好了 两人用擅长手织 很快编好一个 精致的小花环 赶紧返到台上 先去挂花招 怕晚了被人抢先 挂好之后 两人下了台 找到燕凉地方 精心编织 大花套和花棺 编完一看 还剩了不少鲜花 俩一合家 又编了一个大花上衣 这叫另类 又叫个性 人家参加套花节的人 都是在衣服上坠花 我们呢 直接编个花衣服穿上 多好啊 上古之人在编草 唯一方面可人人都是好手啊 这是他们生存而练成的 所以上古之人的手鞭 和鱼猎的知识和技能 咱们现代人不能比拟 尤其人女手特别巧 一会儿的功夫 用红楼花编好了衣服 穿在了身上 登登登登登 跑到围水边 往水中一看 啊 她吓了一跳 蹓跄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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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복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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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váYS